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纽西兰总理的历史性道歉 面对长达数十年在国家照护机构受虐待的20万名受害者 总理卢克森承认了他们所经历的痛苦 并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安慰 接着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 特朗普可能任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新任国务卿 这位强硬派对中国的立场引发关注 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值得期待 最后 珠海航展盛大开幕 坚实战机的飞行表演吸引了众多观众 展示了中国航空技术的最新成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州网报道 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在国会 向曾在国家照护机构遭受虐待的受害者 做出历史性道歉 承认他们在儿童福利院和精神病医院经历的 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 约20万名弱势纽西兰人 在过去数十年中遭受虐待 包括性虐待 强迫领养 及不人道的电休克疗法 卢克森特别提到臭名昭著的爱丽丝湖精神病院 表达对那些在此遭受折磨的年轻人深切的歉意 并希望通过这次道歉 能为受害者带来一些安慰 星州网消息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组建新内阁 参议员卢比奥被视为国务卿的热门人选 卢比奥与特朗普曾在2016年 竞逐共和党提名时互相攻击 但如今关系已大为改善 若卢比奥最终获任 他将成为首位拉丁裔国务卿 并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的外交政策立场相对传统 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并支持台湾防御 卢比奥在担任参议员期间 积极推动针对古巴、伊朗等国的强硬政策 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 珠海航展于周二正式开幕 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2家企业参展 展商数量较上届显著增加 开幕式上 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坚实战机 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 轰鸣声滑破蓝天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此次航展为期六天 每天都有约四小时的飞行表演 让观众尽情欣赏航空技术的魅力 尽管中央等政领导人未出席 航展依然吸引了众多军方和卸任官员的到场 展示了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成就和发展 星州网报道 随着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 亚太经合组织APEC 峰会在秘鲁立马地召开 欲发显的紧张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可能会对拜登在国际贸易 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等领域 所建立的合作关系造成威胁 尽管拜登尚未撤销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 观察家们认为 特朗普的强硬立场 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美中之间的裂痕 教授维达特指出 特朗普的胜利将使APEC受到削弱 而特朗普对墨西哥和中国的威胁 也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澳大利亚南海岸近日发现了一只营养不良的地企鹅 这只企鹅远离南极家园距南极海岸 约3500公里 尽管之前有部分地企鹅抵达新西兰 但这只企鹅是首次被发现于澳大利亚 西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员 正在指导专家的照顾这只企鹅 帮助其适应陌生的气候 当前的工作重心是让这只企鹅康复 未来是否会将其送回南极 仍在研究之中 星岛日报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签署证令 正式批准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该条约要求双方在遭受武装攻击时 相互提供军事支援 预示着朝俄可能会在俄乌战场上 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当前有超过1万名北韩士兵 已被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并参与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军正在与敌军展开激烈交战 北韩士兵的参与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联航精神航空的一架航班 在降落海地太子港时 遭到枪击 机舱受损 导致一名机舱服务员受伤 乘客则无恙 事件发生时 飞机正准备降落于 图森陆维杜尔国际机场 随后被迫转飞至多名迷加共和国 此次事件引发了多家航空公司 暂停飞往海地的航班 因安全评估尚未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 这已经是三周内第二次有航班遭到枪击 海地的安全形势愈发严峻 新上任的海地总理 菲斯·艾梅在宣誓就职后承诺 将致力于恢复国家安全 但太子港的政治动荡与帮派暴力 依然严重 在东南亚 连锁火锅店海底捞 因一段新舞蹈 艾夫再次走红 舞蹈灵感来源于韩国艺人 Blackpink的歌曲 海底捞员工在顾客面前跳舞 影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与模仿 尽管这种表演为餐厅增添了活力 也引发了部分网民的担忧 认为在用餐时 被夸张表演打扰并不理想 海底捞的这一新招数 也反映出服务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员工不仅要提供优质服务 还需具备多才多艺的能力 星州网报道称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可能提名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担任国务卿 若属实 卢比奥将成为首位拉丁裔国务卿 作为特朗普的竞争对手 卢比奥在外交政策上主张 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敌人 采取强硬立场 尤其是在对中国 伊朗和古巴的政策上 他还曾在参议院 担任情报委员会 及外交委员会成员 支持北约 并主张通过谈判 结束俄乌战争 卢比奥的提名若成行 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是在处理国际关系 和安全事务方面 星州网报道 香港知名企业家 及慈善家吕志和 于95岁高龄辞世 留下了辉煌的商业成就 与深厚的社会影响力 吕志和自13岁创业 历经多个行业 从食品到博彩 最终在澳门获得赌牌 创立银河娱乐 成为香港首家上市博彩股的背后推手 他的企业 不仅在香港及澳门蓬勃发展 还扩展至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及美国等地 家族财富高达145亿美元 位列全球富豪榜地168位 吕志和 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更是一位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捐资建立了百余所学校 并设立了 吕志和奖 世界文明讲 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贡献 备受赞誉 在国际贸易领域 星州网指出 中国再次对来自欧盟的白兰地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显示出中欧之间日益紧张的贸易关系 这一措施 要求进口商在进口时提供保证金 直接影响了白兰地的进口成本 预计将导致终端销售价格上涨20% 销量下降20% 这一决策是在中国对欧盟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后出台的 反映出双方在贸易政策上的对抗 法国作为受影响最大的国家 去年从中国出口的白兰地几乎全部来自法国 这一新措施无疑将增加其市场压力 明尼苏达州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家庭悲剧 一名46岁男子在美国大选后杀害了妻子 两名儿子和前女友随后自杀 警方调查显示该男子有精神健康问题 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反特朗普的言论 显示出他政治立场的极端化 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 警方尚未明确案件动机 但强调社区并不存在危险迹象 这起悲剧不仅反映了个人心理健康的脆弱 也揭示了政治分歧可能在家庭关系中引发的潜在冲突 星州网报道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近日被资深媒体人曲美凤指控性骚扰 曲美凤回忆起2019年总统大选备战期间 柯文哲在会议中突然用手指抚摸他的前臂 并称赞他的皮肤 此举另预计者震惊 但没人当场发言 会后 柯文哲在电梯中对曲美凤说 人不能长得太漂亮 并用妖精形容他 该事件被多家媒体转载 但柯文哲至今未做回应 此外 柯文哲因涉及京华城案被积压 面临更大政治压力 在另一个新闻中 星州网报道 中国外交官王毅与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邵伊古 举行战略安全磋商 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 自俄乌战争以来两国的军事和防务合作不断加强 王毅表示中俄在重要战略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 双方将讨论打击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等议题 邵伊古还将参观珠海航展 预计俄罗斯的苏-57战机将再次首次海外亮相 尽管北京自称中立 但其与莫斯科的亲密关系引发了西方的担忧 最后 星州网报道 特朗普邀请对华强硬派众议员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沃尔兹在国会中以强硬立场著称 曾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 并批评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 他认为美国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威胁上 试图通过经济制裁等手段结束对乌克兰的支持 沃尔兹的任命将使他成为多项国家安全危机的核心人物 包括对俄罗斯与朝鲜日益增强的联盟的应对 以及对中东局势的管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ing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int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ugh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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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